来看体育消息 国家羽球队昨天在位全体球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那结果呢 今天证实再有一名球员确诊感染病毒 这让确诊的球员人数呢 进一步增加到15人 余总今天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 根据国羽昨天的第三轮筛检结果 91人当中有一个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 那至于其他的球员和职员呢 目前是依旧遵守卫生部 清体部和国家体育理事会的规定 继续的隔离观察直到另行通知 新周日报报道 余总秘书吴志强证实 昨天确诊的是一名无症状的非备战奥运球员 但是基于保护球员的隐私 无法透露确诊者的名字 他还透露这名球员已经隔离7天 相信不用送往雪州沙灯 农业博览馆的方舱医院隔离